国拼又一世界大赛开始了 王楚清携陈梦领衔出战 张本志和玉富仇 欢乐的时光犹如晨曦露珠 转瞬即逝 巴黎奥运那璀璨的十七日篇章 悄然间便合上了他的辉煌画卷 乒乓球场上那抹旋转跳跃的白色精灵 自开幕至闭幕 几乎未曾离席 却仍难以满足万千球迷的渴望之心 马龙与樊振东的拥躲 陈梦与孙颖莎的追随者 皆心怀不舍 望眼欲穿 期盼能更多地沉浸于 偶像风采的沐浴之中 然而这份遗憾 不过是暂时的休止服 因为紧接着 另一场乒乓盛宴即将拉开序幕 让球迷们的激情再次被点燃 近日 WTT世界拼联以宣告者的姿态 揭晓了中国澳门冠军赛的首发阵容 国拼男女豪杰 各以四将之姿 蓄势待发 女单赛场 奥运双冠王陈梦犹如璀璨星辰 引领着巾帼不让须眉的阵容 而男单方面 虽要运之旅止于32强 但王楚清以不屈之志 带上男单头号种子的荣耀光环 是要在这片新战场上证明自己 国拼男单 王楚清 樊振东 马龙 梁静坤 四节并立 犹如四把利剑 直指冠军之巅 女单方面 陈梦 孙颖沙 王曼玉 王毅迪 四朵金花绽放 其势不可挡 足以让对手望而生畏 WTT冠军赛澳门战 这一世界拼弹的顶级盛宴 由澳门特区体育局 与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携手打造 其分量之重 不言而喻 9月金秋 自9号至15日 澳门将再次成为乒乓球迷心中的胜地 高手云集 火花四箭 每一场对决都将是记忆与意志的巅峰较量 男队方面 卡尔德拉诺 小勒布伦 张本志和 莫雷高德等海外强敌环伺 每一场交锋 都将是火星撞地球的激烈碰撞 国平男将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女队则显得更为从容 孙颖莎与陈梦 宛如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他们的记忆与心态 以真化尽 足以让对手望尘莫及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张本志和 这位在巴黎奥运会上空手而归之人 以立下誓言 一雪前耻 他能否在澳门这片土地上 兑现自己的诺言 绽放出复仇的火花 让我们共同期待 感谢观看